我曾经有一位教育学者发起了孩子行动世界大不同的这种创业竞赛 让小朋友来参与所谓软性的社会改革 现在在台湾师大副中学生也透过影片 记录下一个一个小朋友怎么透过他们的行动影响台湾 结果发现有的孩子特别关心环保 有的人关心罕见疾病 可见得孩子们或者少年们的世界其实也很有远见 大家好 我叫张老师 我在DescipleChange的活动中 我要分享一个如何克服妥瑞士症的方法 在镜头前 砍砍而谈师大副中学生张宝胜 是罕见疾病妥瑞士症患者 透过分享 鼓励其他患者勇敢面对自己 我现在请你帮我自己拍的片子交给需要的妥瑞士症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这部片之后 不论你是否有妥瑞士症都可以接纳自己身体有一些 不管身体或心理上的一些残疾的状况 还有学生花费三天时间在路上邀请路人一起为癌症病毒加油 虽然拍摄的过程 学生也失了不少病人分 可是当这支充满爱的影片 让癌可得到疑问时我曾经说 你都不值得了 你们一定会好起来的加油 加油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祝你们要有意义 别忘记我买 不要忘记我买 别忘记我买 他笑得蛮开心的 然后家长觉得说我们才高中生 然后就做这样子的事情 他也觉得很感动 付出行动改变社会 师大副中学生也具体落实在教室 教室的外墙架着由塑胶瓶制作的雨伞架 不但方便 还很环保 一到下面就很快订料 然后饮料到时候就堆在后面 然后回收很麻烦 然后我们就把他拿过来做这些东西 真的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得到一些事情 对 他们会觉得说 我跟这个社会好像再也没有那么陌生 然后自己踏出那一步之后 就觉得相信自己的能力 教室出于善念 纵使指示小小的行动 也可以发挥正面的力量 其实你我都有能力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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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希望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台北报道 加油